男子骑机车尾随前方的垃圾车 眼见两车距离拉近 他放开油门用力以抛 结局是垃圾没丢进 他还因为重心不稳 整个人左摇右晃 两条腿在地上连等好几下 最后无法稳住惨叠路中 更惊险的是正好有一台 大型车辆擦身而过 幸好他没有往右侧倒地 这一起丢垃圾导致的自摔案 疑似发生在台中 其实在男骑士摔车前 他已经追逐相当长的一段路 随着垃圾车转弯 一路在后方尾随 只为了丢一包垃圾 拨命嘴感 蛮危险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丢到垃圾 就隔天再丢就好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垃圾车人员 也会影响到旁边的民众 以台中市轻运情形 环保车大多都会在固定时间 沿线轻运 并推行垃圾不落地 尾随追车惨衰不说 如果因为抛不准落地的垃圾 最后没收拾还会触发 造成垃圾落地 影响环境卫生 该行为违反费弃物侵应法 曾经也不发 有人追逐垃圾车 追出意外 有自摔倒地不起的 也有跑道摔倒的 起手要拍我们回收车 然后可是还没拍到 人就跌倒了 丢到我们垃圾车上面 或是丢到我们同人上 除了垃圾没丢进 针对难骑士的骑车行为 警方现在也要查 是否另外涉及 交通法规中的危险驾驶 赛利新闻 曹盛章 李建盈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